欢迎收看台湾启示录 我说分享 台湾有一对情侣 他们到尼泊尔山区去践行 那是一条稍有难度 但却不至于有致命危险的路线 但是没有想到 他们却遭遇了天有不测风雨 意外让他们失去了联络 他们彼此鼓励 靠着求生技能的专业 他们在山区熬过了一个星期 又一个星期 却没想到就在即将获救的前夕 这位女性的登山客不幸过世了 他们曾经彼此承诺过 至少要有一个人活下来 然后把他们的故事告诉世人 一个男生虚弱地在机场缓缓而行 牛仔裤上有明显的你爸痕迹 所以讲一下回来心情怎么样 大批媒体阵仗如影随形地跟着 杨胜苑的经历 可比好莱坞电影的剧情 男女主角受困在高山上 来自台湾的梁胜苑和他的女朋友刘成军 跟电影一样身处在高山之中 没人知道他们在哪里 他们两个也从来没料到 山难剧情会发生在他们的身上 潺潺的溪流 凌寻的山路 宁静的山谷中 古色金帆 随风飘扬 这里是尼泊尔兰塘山区 位在圣母峰和安娜普纳峰之间 风景如画 沿途又有淳朴的传统村落 犹如世外桃源 吸引许多爱好爬山的游客 那所以我们去尼泊尔 你说爬山其实有两种 一个是真的去登这些圣母 这个安娜普纳 或是这个世界的七八千米 甚至六千多米的山 就已经叫潘登面 就是穿这个雪地装备 冰爪 冰舞 这些然后甚至绳索的技术装备 可另外一种登山 就是比较偏 hiking 健行的方式 那这种一般人只要稍微体力 稍微训练一下 那到四五千的时候 要注意一下高山的反应 对 那基本上很多人 一般的这个体力好的游客 都可以过到 梁胜月和女朋友刘成军 就是来到蓝塘国家公园践行 走的路线海拔相对较低 大约三千多公尺 行走起来并不难 二十岁的梁胜月 和十九岁的刘成军 都特别热爱大自然 为了爬山旅游 还暂时休学 就是因为兴趣相投 两人一起相约 来到尼泊尔 展开践行之旅 首先他们来到 海拔一千八百多公尺的 吉普林村 体验了全埔的村庄后 他们往帕萨通道前进 路程大约是六小时 出发前和村民闲聊 听说他们要走的方向 游客比较少 但是路不难走 沿路的木屋还会有餐厅 于是他们就放心地 踏上渡道 沿路蓝天白云十分清幽 积雪不深 虽然经过了预定要入住的小屋 但是觉得天气很好 没有停留 继续前进 但是到了下午 一个山区的气候变化 是非常多变的 可能这个地方 这个公里范围 这也是下大雨 另外一边再下大太阳 是有可能的 那这种局部的 非常微气候的东西 是气象局很难预报的 因为在山区的气候 跟我们平常预测不一样 它可能随时都会下去 就算是在高海拔 或是基地地区 有时候夏天都会突然下去 如果是有可能会 的话它是三月 在那个海是算东西 就是下心血 把路盖掉 忽然下很大的雪 那就多可能造成 他们的误判 前面没有路 没有人走过的 所以对当地不熟的东方向 就有可能走错 这种时候 一点小错 可能就接不回来 忽然下了雪 雪覆盖了路 周围都像被铺上了一块布一样 刚刚看到的树 石头都辨认不出来了 眼前只有一片白茫茫 根本分不清方向 越走越偏离 虽然看不到路了 但心想村落应该在山下 只要走下坡 总是会走到的 费尽力气 他们走到了一个溪谷 溪谷地 大家都会想到溪谷 比较眼壁 比较安全有水 第二个觉得溪谷 走下去就会有村落了 但他们发现 顺势往下走到溪谷 并不会通往任何村落 反而是一条绝路 望着溪谷的绝壁 梁胜月十分挫折 但是在刘成军的打气之下 他终于打起精神 寻找弃生之处 那当然在那种时候 他们这个做的绝点还蛮正确 你刚刚找一点 一个眼洞 在溪谷中 找到可以遮风避雨的凹洞 开始生火扎营也燃起了一线希望 甚至认为不久就会有人来救援 他们不时地吹口哨 希望搜救的人能够听到他们的声音 但是一个礼拜过去了 还是没人来 到了第二个礼拜 心情越来越紧绷 只要听到任何一个风吹草动 都以为是搜救人员 他们几乎要疯了 本来梁胜岳还约定在三月十号 会打电话给家人 但是已经过了这么多天 都没有音讯 实在很反常 三月二十五号 家人担心梁胜岳出事了 联络尼泊尔的健行公司 帮忙找人 而两人出发前开心的照片 成了父母焦急悬人的依据 困在溪谷第三个礼拜了 剩下的泡面 马铃薯百米 都是奢侈的资源 每天只能吃一点点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获救 其实我们外界都觉得 那时候在搜救那么多天 都已经有点绝望了 对 可是他们靠了那一点食物 可以撑了三周 四十七天就是 等于是三周之后 还有二十多天的时间 然后还有一些盐巴 剩下的油 然后就靠这些 一点的经济的 可是当然是越来越虚弱了 盐巴可能是预防抽筋 也是有用的 三个礼拜后 食物吃光了 他们就吃着血水 并且加上一些盐 来维持电解值平衡 同时还用布条 吸附山壁上的水 取得干净的水 更加省力 因为节省体力 对他们来说非常重要 甚至约定 除非必要不要开口说话 浪费力气 两人躺在洞中 最后一次长谈 是列出破旧之后 要做的事情 保持着生存下去的希望 这些生存技能 让他们支撑了下去 只是他们在一开始 就犯了一个错 那他们结果就是下到西谷 也有可能说路本来 就是离西谷不远 可是他们还是下到 最底下西谷里面 对 所以他们就发现 他们站不来了 有问题这些地形就在台湾来说 西谷都是最危险的地形 对 因为西谷可能 你很紧张嘛 迷路 你就会往西谷下去走 你可能爬 爬 爬到一个西谷底 继续下面 它又有一个大的瀑布 或是一个大的落差 你又拼命地下去了 再下去还有 那个地形是非常险峻 有时候有峡谷 有绝壁的 有触步的 你下到下面就发现 还有更大的 这时候你腎上腺素用了 下不去了 你也回不去了 那个西谷是最难被搜救到 第一个 它是在狭小的地方 收讯很差 第二个 它本来就很多死疆 那任何的搜救 几乎都是从零线 或是从这个山脉上 开始地毯式的搜寻 西谷 第一个 就算他们沿着西谷搜寻 效率会很低 刚开始受困时 他们吹口哨 想引起注意 但是因为身在西谷中 声音没有传得很远 一天一天过去了 力气用尽了 希望也要磨光了 但是他们约定 无论如何 一定要有一个人活着 来说这段故事 刘成军甚至提议 如果他自己先走 要梁胜月吃自己的肉活下去 听到本来乐观的刘成军 说出这样的话 梁胜月连忙制止这种想法 我觉得最主要的难处是 他精神上的这种 在他们是互相可以呼吸 互相可以打气 如果是一个人的话 会更坚弱 也可能没有办法撑那么久 到了4月23号 山洞里的水弄湿了睡袋 梁胜月为了晒干睡袋 爬到洞外体力衰弱 但刘成军忽然发狂似的 不断大喊着家人 喊完之后一片静默 就这样活成军 很开乐 47天是非常惊人的时间 那简直是人类精神上 很多很极限的 所以其实大部分的时候 这个女生 刘小姐 其实据说状况也是很好 只是因为撑到后来 真的这么绝望 怎么样都是没有人来搜救 他们失联后 家人已经请人搜救 也在他们待过的提普林村里 询问村民 得知了他们可能的践行路线 搜寻了多天 一直没有斩破 风雪也让搜救 一度停摆了下来 三月过了 已经是四月二十六日了 搜救人员看到 天空中开始有秃鹰 飞来飞去 秃鹰大部分都是吃腹肉的 所以他们对这种气味 或是这种迹象是很敏锐的 那这些搜救人员 也会利用这种方法 都有些经验 对 因为看到这个秃鹰 在一个地方 一直排放出去 可能这不仅是有 有可能有一些动物食权 甚至这个要搜救的对象 搜救人员心念一动 便往突婴盘旋的地方前进 来到溪谷 在岩石下方 看到了橘色的布料 那是梁胜月的水袋 搜救人员简直不敢置信 眼前这个意识清楚的男生 就是他们找了好久的人 梁胜月勉强坐起 但是已经无法行走 他的脚已经开始长驱 梁胜月坐在石头上等待直升机 若有所思 只差三天 两个人就可以一起获救 刘成军过世后 三天以来都躺在他的脚边 搜救人员事后推测 可能是因为刘成军大体的气味 引来突婴盘旋 进而让搜救队找到梁胜月 也许刘成军冥冥之中救了他 搜救过后两天 刚好是梁胜月二十一岁的生日 这次庆生也是庆祝重获新生命 但在台湾消息传开了 也有人质疑 他们两人为何没有聘请向导 其实不见得向导都有用 他们这个没有请向导不是问题 可是他们碰到天气很恶劣 天气恶劣的时候 他们又错下西谷 就是这两点照顺 可是如果他那个时候 觉得请向导的确在雪地里 可能对他们有帮助 因为他们可能村民就比较习惯 万一真的下雪怎么办 今天没有下雪不停是正常的 对 因为夏天的话那个路就是 其实真的是对他们来说是很简单 一定要有一个人活下来 把事情告诉大家 而梁胜月一约撑了下去 终于回到家乡 留下这段奇迹寺的求生故事 遭到索马利亚海盗 假执长达四年又七个月的台湾轮机长 沈瑞章他终于回到了台湾了 这个新年对沈家来说 能够再度的一家团聚 肯定是感触良多的 我们在沈先生他的身体状况好转之后 再次和他做了深度的访问 我们看到的是台湾一个渔民的家庭 在他们面对生存的时候 表现出来了坚强和任性 小船这样子靠近 那靠近 那旁边这样勾着 人就是从那楼壁这边 一路爬上来 对 还原船员募集海盗登船过程 快很准 海盗差不多从这边上来 两艘那种小船那快点 一艘就是固责爬上来 一艘就是鱼 对啊 就是鱼那边再几天开枪 然后它 炒作啊 这铁板都有声音啊 有没有 打下去 对啊 都有那种 碰碰碰碰 上来我们的船上是11个人 那每一个人手上怎么拿枪 对啊 都是拿冲用枪 海盗一上船 有人拿枪压制船员 有人冲到驾驶舱找人员 海盗就从那这边冲进来 船长刚好在这边 拿起来要的时候放碳 拿起来这样要放碳 海盗就一枪从那边打下去 海盗开枪杀人 一枪毙命 船员吓坏了 不敢轻举妄动 一个一个 他拿枪这样 然后叫不出来 躲也没用 包括沈瑞昌在内 剩下的28名船员 一个一个被揪出来 逼到船头夹板 像我们那艘船 船员都是奔在那边 在那边这边 差不多换尾 那差不多这样子 就被囚禁在那里 不能动 海盗他们就是在那上面 那看下来 这边上面也是海盗 你说手是怎么看的 这样子 直接就是背后这样 反抗 穿跪在那里 一顿 一顿 海盗各个破枪实弹 船员们手无寸铁 被捆绑三天 像这种我们戏舌 那脖子就是两个人 然后你在这边 在这边 对 绳子这样子 对 绳子 那帮你 好像一条纏着就对了 三更半夜你要小便 要大便 要不让你起来 怎么办 没有办法 像我睡到半夜 我摸 我的裤子怎么摸 那湿湿的 手拿起来 是尿味 不晓得是谁 已经的手 小便已经有的手 前三天 大家害怕到了极点 没想到 第四天 海盗越来越多 他们上来是四十几个人 以我们的人 还多 人多四中六队 多了很多 money money 就一直讲money money 要叫你们把钱交出来 就对了 go 海盗人多 又有枪 不怕人质反抗 不再捆绑 但活动范围局限在 下层甲板控制 上厕所就是在这边 就是那个角落 对 两边的角落 你要大便怎么办 也是一样 那怎么轻 他有水 到了第十四天 他们要求大陆轮机长 打电话给船东 就跟他讲 已经被海盗绑了 船长已经被打死 我们的想法也是想得很天真 所以老板已经知道了 你会处理 船上还有二十八条人命 沈瑞章跟船员说放心 老板不会见死不救 给他一点时间 可是海盗等不及了 海盗说 已经台湾老板都没有回应他 海盗就是叫所有的船员 都要打电话 回去家里 跟家里的人说 人已经被海盗绑了 然后那时候 爸爸是用一个很激动 很急促的去说 就是龙儿啊 我已经被绑架了 就是床长已经死了 那你赶快叫妈妈来接电话 这样 然后那时候我是 就是整个吓到 三个人就泪流妈妈 因为听到是熟玛丽亚 就知道那严重的事情 我打电话给我老婆 已经49天了 台湾老板已经把消息封锁 49天 你看 有没有可恶 就算生气传动 没跟家属说 但老板是沈瑞章获救最大希望 救人救命要紧 我都是这样子 跟他求的 这都每次哭的求他的 所以当时他怎么 他说会的 会的 我会帮忙 你叫我换心 走 台湾这头家人到处求救 船上那边 刚开始是由大陆轮机长 跟船东联系 得到的答案都是处理中 每个人以为很快就能回家 有的时候也是会埋怨老天 怎么上船才两个多月 就被海盗的时候 放 你觉得自己 你让他摆 对 想也没有用 想也没有用 有的时候想一想 这个就是老天在安排的 有货再来 有货要来 你要怎么抖都抖不掉 整天就是没有事做 那早上醒来呢 也是一样 就是坐在那边 都聊家里的事 然后回去 薪水拿到了 那一笔钱是要做什么 基本上每个人都说 那钱拿了就不跑 就像在当兵一样 数馒头 数馒头 一天一天这样算 可是等啊等 没等到好消息 沈瑞让有天拿出护照 翻开最后一页 看到外交部的紧急联络电话 还到要他打电话催促 赶快给钱 他们说 我的赎金是二十万 如果传言的赎金是一百五十万 外交部就跟我说 然后他会去告诉洪高选 就这样一句话 嗯 然后我打去他工资也是小姐姐 然后找老板都是说不在 不在 但是很无助 你老板都不理我 是这样子的心情 那时候真的 度日如年 半年过去无宵无席 家人着急也无可奈何 沈瑞让在船上每天等着回家那一天 太阳往的时候有没有 东边升起来差不多一半了 是 差不多就代表那九点 是 然后太阳正中间的就是十二点 是 然后太阳再下来一半就是三点 再下来没有看到太阳就是六点 看太阳升起落下算时间 一天又过了 陶海人还会看月亮圆缺数日子 月亮是这样子圆的嘛 对 然后你就给它分成两单 初二开始 初三 初四 初五 初六 初七就是月亮都已经一半了 在海上被囚禁一天又一天 沈瑞让有糖尿病 药早就没了 只好做运动保持体力 那这样子做福利挺身 然后福利挺身做好了之后 就是在原地这样子 小慢跑这样子 总共有六个人生病 生什么病状况怎么样 也不知道啊 脚肿啊 整个腿都黑了 当中一个大陆船员有一天突然倒下 差不多这个位置下来 他能稍微这样子摔倒 就撞下去 对 然后给他扶起来 扶到里面的时候都已经来 小的人了 沈瑞张照顾他一整夜 隔天醒来 他的脸已经黑了 给他摸鼻子 都已经的时候 他没有呼吸了 孩子啊 你走了 也是没有办法 这边海盗 他不拿药给你 什么都没有 你也是没有办法 你走了 也是要快快乐乐走 你留在这边 没有什么好留念 你就一路好走 几个月后 又一名印尼船员也生病走了 又被绑了那么久 生病的人也有那么多 有的时候就会想 会不会扔到我 得照顾好身体 船员们满心期待回家那一天到来 可以用海水洗澡 他那边雨很多 雨沟随便 一勾一下 一扔下去 就有鱼 新鲜的鱼 很烫 这边煮汤 这边煮菜 刚绑进去 船上还有米 还有冷冻菜 然后到最后 那谈判破裂 海盗柴油 那不给你 船上就没有电了 没电那个 那没有电的时候 就痛苦就来了 船靠烧柴油 发动引擎才能有电 没柴油 就是黑暗时代来临 没电没食物日子难熬 有一天半夜趁着海盗不注意 一名船员跳海逃了 逃了好几个小时 然后又游泳 然后又没有体力 然后就看到 有一户无人家 然后他就跑进去里面 要跟他拿水 那一户无人家也拿水给他喝 还拿了一块什么羊肉给他吃 一边吃羊肉 那个人一边打电话给海盗 没有多久 他羊肉吃完海盗 海盗也拿 然后就叫菲律宾的 跟我们欢迎 说以后的话不能逃 逃了一做到就要大死 怕人质逃跑 海盗把会游泳的船员先赶上岸 不过船上看来也撑不了多久 毛就是坏掉就是用 船上一些有没有那种铁链 灰链 灰链 绑一绑 再扔下去 毛坏了 柴油没了 鱼货丢了 被绑一年三个月左右 遇上暴风雨 船搁浅到岸边 沈瑞昌知道不妙了 到岸上之后才晓得 苦日子才来 那个时候海盗就用水 米饭给你控制 那个时候已经谈判破裂 是 台湾老板也晓得 船已经飘到沙滩上 台湾也一样 要理不理的 为什么 因为他什么都没有了 剩下人质 那人质 那人质 那不是他的财产 那人质只是他什么 负债而已 随时的有生命危险 海盗动不动对我们全大脚踢 银枪恐吓我们 我们是好多人都被吓破党了 没有办法 现在拜托你们啦 拜托啦 救救我们这批啦 我就想你们 拜下人想你们磕头啦 尹瑞章 上了岸之后 沈瑞章被关到了一个村子里 这日子到底有多苦 看看沈瑞章 这是他被害到侠食之前的照片 体型壮硕 有八九十公斤 再来看看 当他被释放的时候 身心憔悴 体重大概掉到只剩下五十几公斤了 即使你看到这两张照片的差距 你还是很难想象的 在那将近五年的时间 沈瑞章他究竟过的是什么样可怕的生活 而他又是怎么存活下来的呢 我们被绑进去我总共看了五艘 五艘船啊 三艘货轮 是 两艘我们的测种船 其中一艘就是续腐 续腐一号 续腐已经被打到沙滩上 还有一艘是什么 木头船 那种小船他也绑 船上船员只有三个他也绑 造榜 造榜不误 海盗猖獗 光沈瑞章知道的 就同时有六艘船遭殃 但他自顾不暇 那喊三号 而十六人被带到索马利亚海盗巢穴 哈拉德拉附近的小村落 日子更苦了 那个中工就是很苦 你要晓得 他那边的天气也那么热 然后红布那帐篷 那帐篷 那帐篷 大概多大范围 差不多 有 有我 那家里 然后到这边 大概是这么一点这样的大 对啊 没有 比的时候那客厅还大 大一点 二十六人挤四平大的帐篷 像挤沙丁鱼 住得差 吃得又少 晚餐是一碗白米饭 一杯糖水 是 啊早餐是 一唇茧皮啊 早上有的时候四片 有的时候五片 一杯糖水 这样子一天给你 陷阱 然后狐狸啊 一踏进去 然后会的时候让他吃 老鼠肉 还有有没有 狐狸 乌公啊 鞋子 鞋子很多啊 然后 有的人啊 看到有的人是被咬到 一桌来啊 然后就用火烤 我本来是的时候不敢吃 但是 那久了也是一样要吃啊 为了活下去 地上爬的 天上飞的 一般人听了头皮发麻 竟然成了他们眼中 美味佳肴 烟烂鸟 很多 是 野鸟是不是 对啊 一般酒啊 橡皮筋做什么 一蛋弓这样子啊 但是他不给你吃 为什么 他晓得 回头有禽流感 谁去打鸟 捉到就绑起来 像绑猪一样 没东西吃 连水也少得可怜 比的时候 那这个杯子稍微大一点 五百细细给你 因为啊 你人在啊 那陆地上 他也会怕你逃啊 然后他们海盗也是很聪明啊 拿水来啊 的时候 会控制你啊 拿来都是一样 很浑浊 稍微一点白白的 有水喝就要偷笑 生活环境相当恶劣 这就是沙漠地带 是 就是水便早月 草丛边 对啊 就草丛边 挖一个坑 拉大便拉好 然后沙埋起来这样 索马里大便叫什么 小便 小便叫卡地 你要跟他讲 不然你不跟他讲啊 乱起身 对啊 他会拿枪是为 就警戒了 是为毛无准理的 非洲炙热 一年下雨不到十天 下雨成了最开心的时刻 我被绑上岸三年多啊 没有刷牙 没有牙膏啊 头就是喔 李光头啊 用有没有 刮胡刀的啊 那这样子啊 那刮头啊 全部把头发刮掉 因为怕脏或是会生病 这样子 会痒 在岸上那三年多 有洗过澡吗 没有 除非是下雨天啊 不过海盗对沈瑞璋 倒是比较理喻 因为他是人之中最年长 后续谈判也大多靠他 海盗讲的啊 老子啊 阿姑丽阿姑丽啊 然后每天早上醒来 用沙拉油桶 三公斤的 然后再进行 一桶三公斤的水啊 可是时常啊 那船也没有水啊 我也是拿给他 我的白米饭都 鼻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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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鼻涼鼻涼 一碗海盗会光地 那船也那打 那煮饭的那一个 在打饭 会规定他打两碗给我 沈瑞璋观察到 上岸之后 海盗监控变得更严格 白天晚上 枪总是对准他们 因为他们海盗 晚上都不睡啊 叽叽呱呱的啦 三只啊 那机枪 比着你啊 那船也 天亮他们才有睡 然后会留两个 看手 对 别看海盗拿枪的凶狠模样 其实他们顾虑很多 一有风吹草动 就疑点 有啊 那侦察机在上面 灰 那一天晚上 我们就搬走 来 回到海盗 在海盗找到的 往下 来 洪洋的食材 从我们那边那边清过 然后他们就换个地方 为什么 因为他们也会怕 洪洋的人啊 那跑去罢王 有怕其他海盗来 那是 对啊 差不多 关上去三年多 差不多换了 五十个 五十多个地方了 我们现在被海盗 所问的海盗绑了这边 快三年了 每天是度日如年 没吃没喝 没有办法 现在每个人的巧克力要死 时间一久 谈判破裂 难待救援是一场漫长的考验 属于什么就给你限制 最怕就是没有属 就是海盗拿着枪逼你 你要跟你们政府讲 已经杀了三个 政府在不帮忙 谈老板又不找 那谈判人出来 一天杀一个 谁不会怕 我们的家 甚至我们的家 他们想再次赢我们 我们只是来帮忙 赶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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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抢口下生活胆战心惊 一晃眼被绑两年多了 就怕时间越拖越久 希望越渺茫 有一次是想到说 回来没有希望 然后那一天早上 电话给我老婆 我说我如果万一走了 你就是保险金里面 你们三个人去生活就好 那天晚上看天上星星的时候想到 我就是要去学习的 多爱 太好了 天晚上看天上星星的时候想到 我们要去学习的 那天晚上看天上星星的时候想到 我们要去学习的 我都不想到 我们要去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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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却不能做上任何什么 曾经有想过 自己买机票去守玛利亚 去救爸爸 但是觉得 这次在过去 可能也不能做什么 一般的老百姓 碰到这种天大的事情 除了焦虑 痛苦 你还能怎么样 他们只能够寄望 有办法的人能够出手相助 但谁有办法呢 政府吗 政府已经非常明确 提于基于这四点的理由 很抱歉 爱莫能助 这是一个痛苦的决定 沈太太 她只能够一个人 带着两个女儿 坚强地撑下去 而终于让他们 等到离通希望的电话 美女进来看看 要收了 沈瑞章的太太杨秀慧 在市场摆摊卖衣服 刮风下雨 照样得做生意 比较高一点的 好 在这里 2012年的时候 两个女儿一个念国中 一个念护砖正要用钱 杨秀慧得撑起这个家 那我们叫女儿 把东西吃光光 我说你要想到 爸爸都没东西吃 你那个晃都不能吃布 就丢了 所以女儿都很听话 就常常把家里的晃啊 菜啊都没浪灰掉 这是三台黑黑的胖胖的 然后要讲台语的爸爸 然后带着带来 然后那个场景就很像爸爸 感到就会很难过 又会很愧疚 因为毕竟他去远洋的理由 都是为了我跟我妹妹 家人心疼又自责 却无能为力 几乎绝望 2015年元旦那天 家里电话响起 他只说我是李先生 就是蔡振元嘛 就提供的帮助 然后想通过两岸合作 来营救我们先生 就我们就想一定有希望了 杨秀慧说的李先生 就是前情报员李俊敏 年轻时前往大陆 从石敌后工作被抓 一度被裂死亡人口 其实他被关了27年 才释放 回台后在海峡两岸 交流服务中心担任执行长 2014年12月25号那天 他接到当时海协会副秘书长 王晓斌的电话 营救工作首先要确保 就是说人是活的 所以我们在第二年 就是2015年隔了一个月以后 我们非常快地拿到了海盗 给我们的一个 他们的生存资讯 也包括就是说沈瑞章 大家在电视上所看到 沈瑞章在镜头前面大声疾呼的那些画面 29个人已经死了3个了 全部都是年轻人 20几岁 一个24岁 一个28岁 这样子人家也没有娶老婆 也没有孩子 这样子白白的就死了 那时候沈瑞章被抓快三年了 其实有机会先被释放 刚开始被海盗抓 然后就是海盗什么东西都不给你吃 然后就是有一个 菲律宾的船员 去跟海盗吧 那偷奶粉来给我吃 所以说我才感动 我说被海盗抓 你去偷海盗的东西 会被海盗打死 人家都敢去偷了之后 那奶粉来给我吃 我可以嫌回去吗 我如果回来 对不起我的 那良心 因为那一批都是年轻人 就像自己孩子 他们那一批人都没有人在管 是不是 我留在那边最起码外交部 那个时候还在管 我说我留着还有希望 我们如果老公走了 他如果这种人 那些人情恶以抗在那边 对 我赞同我老公这样做法 很赞同 要大走大家一起走 对 你不能走了丢那些人在那里 真的 这样子我蛮欣赏老公 他原来就是这种人 我也有良心 我不是的时候 我不想回去 只是说这批年轻人 台湾政府你就有责任 这些人怎么样 换在这边怎么样 要等死了 当初是洪高雄叫我们进来 索马尼海域桌椅 发生事情 责任一人 好了 屁股拍一刻拍 就没有事情 你台湾政府可以这样子讲吗 不是台湾船 你不管了 只管台湾人 不会把自己的伙伴丢弃 一个人走了 他如果真的走了 其他的愚工大概没有活命的机会 大概只有我们自己挂跟他谈 我完全没有十足的把握 完全几乎完全是没有 但是没有也要试试看 香港律师事务所和武装保镖公司 着手研究人质救援 台湾这一头筹措赎赎金 第一个先找船登坛 船长说他没钱了 公司也破产了 然后呢 他说那边就是有气无力的感觉 说他身体也不大好 看来要从洪高雄这边要钱救人 相当困难 救援团队四处找钱 第一时间伸出援手的是他 董事长好 董事长我知道你那个今天救海 从海到手中救了 对 来 维格董事长李传宏 听到沈瑞章被把 二话不说 捐请救援 肉包打狗 一直打 一直打 但是问题是肉包不打狗也不行 如果他要把你吃票怎么办 所以变成像拔掉 把他在做事上阅读 眼越红 越红气越喘 就一直打下去 沈瑞章重情重义让李传宏很感动 决定一定要救出所有人 打不起了一个灵性的一个 一个在碰到这种情况之下 见到灵性的善良面 在你没有尽自己的心力尽心 去把他就做我们该做的事情 然后他如果这是几条生命 你良心怎么过得去 我没有什么做好事的 只是觉得怕一辈子会遗憾而已 被先生遭到绑架那几年 他没有一天晚上是睡好觉的 他经常被噩梦惊醒 不过他始终都没有放弃希望 我每次打给对 外交部外交部都跟我讲 要去跟洪老板商量 我真的那整个心我都量 我说你如果商量 洪高雄有什么良心 我们脑脚就回去了 四个年头过去了 沈瑞障就快绝望 身体也出状况 火乱我已经很严重了 一天差不多五分钟就跑 一次五分钟就跑了 二十四小时都没有办法睡 就是一直搭一直搭 那个时候三星半夜 小刀片 一了白了 但是想一想 我还有两个女儿 我老婆还在 我老婆开门进来 就半岁半醒的时候 他开门进来 然后穿着短裤 上次没穿衣服的 然后很壮 很年轻 很壮 差不多看三十几岁 很明显走路的声音 从我旁边这样多来多去 我这个梦境我吓死了 那天搭杯 一直搭 一直搭 都没有杯 很奇怪 都没有杯 然后我哭死了 我说这下真的 神明都说没杯 就是 然后就他妈妈替我 替我搭杯 这个是一个过程 然后他把妈妈搭杯 他说你先生死了 他搭的是你 他说你老公死了 你听到这个声音吗 这个又哭 那天哭得跟我大伯讲 我来给你拜拜 家属心急如焚 到处求神问部 救援团队也急 但不能因为求快出差错 这条船 基本上来讲 在2012年以后 2012年3月以后 其实它应该是最后一条 被绑架的船 所以说我们非常清楚 绑匪一定需要钱 但是这个金额 绝对不会小 果然 绑匪投资手写的乐熟信 到六大点内容 最后一点明白指出 要求2000万美元赎金 尚未给出 不尽快给赎金 除任何差错 后果自行承担 但这天价赎金 付不出只能不断斡旋 我想VV厘厅 跟李俊敏他们多次 几乎快差不多有20次 到香港去谈判 跟救援团队的律师 在香港谈 又跑去菲律宾 又跑去越南 还有跑去印尼都有 谈了又谈 破局重来 终于在2016年6月 出现救援关键 沈瑞昌拿出海盗盖的毛毯 上头字样给他很大信心 海盗头已经来跟我讲了 EUM就是比的这个 以这个字样给你看 对啊 我们的谈判是由EUM安慰在谈 我就安慰啊 那传言说有希望呢 可是要怎么确认人都活着 救援团队想了一串英文和数字 要求人质拿着纸张拍照 等海盗传来照片 确定26人都平安 双方谈妥交钱放人 2016年10月22号这一天 沈瑞昌和船员聊天 突然抬到头子叫住他 阿咕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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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过后 一过后 一是说叫我寻仪 那准备准备 我还在笑 我还在笑 一是跟阿比说 没有啦 要搬家 四部车来 我们才知道阿贞的放人一跳 那时候看到车觉得 那个时候看到车真的很高兴 坐上车一趟路七个小时 从白天开到晚上 夜色中还是悬着一颗星 在路上又碰过两次海盗 他们也是一样黑吃黑 他们也是要来抢我们人子 他们海盗跟海盗互相开枪 你直接开枪喔 对 海盗有没有 他们那个组织的车很多吧 二十几辆车 然后就把我们围起来 包围住 包围住 他们里面的人都下来 都拿枪 车车 车车 机枪 蛮担心喔 我就已经被海盗那扛了一次 如果这次再被它那扛去 我再回去了 抵达机场传来久违的笑声 船员笑了也哭了 四年七个月折磨身不如死 遭房一千六百七十一天 终于结束索玛丽亚印象季 妇女三人相有的气 这拥抱足足等了四年七个月 所以你看到爸爸的第一句话 你能拿出来吗 妈妈说对不起 让你放过 我很高兴 我很高兴 又回到我们台湾 今天又很高兴 小心喔 没有把我的时候都遗忘掉 我真的还是在索玛丽 这么多人把我的时候都救出来 我真的太感激 太感激了 没想过还能活着回到台湾 一见到往生船长的儿子 沈月璋自责下跪痛苦 你小朋友今天 今天我跟他 还抱歉啦 大家第一个拿鱼匙要还要保护我 我写过一场又被打死了 老伯 谢谢 你真的要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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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老伯师 我做什么 你真的要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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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要做什么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台湾启示录 我是梅香 我们再回来 你真是来做什么 我真的要做什么 我真的要做什么 你真是想自贵 你总得越来 你真是质